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掰掰哥哥 我是Peter 我是Chris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 DJ 的音樂介紹時間 我這次有發現一個很特別 就是 Take House 跟 Bounce 合在一起的風格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Take Bounce 吧 我會發現說 Take House 的元素 好像真的開始嘎在一些奇奇怪怪的風格裡面 對啊 可能像是 Future Ray Take House Big Red Techno 這三個東西就開始大倫苦了 但是它的基底都還是 House 的元素 話不多說 我們來聽聽看吧 如果你也喜歡音樂相關的知識分享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及 Follow Instagram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首先第一首是 To Jamo 跟 Jay Hardwell 的 Energy 那這首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 Take House 跟 Bounce 合在一起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覺得 這歌蠻跳的 可是又有點要 High 不 High 其實應該說大家在放歌應該都發現 會有一些歌 它是屬於中間值 它確實就是有點卡在 Take House 要晉升到 EDM 的中間 因為像這種中間值的有很多 有一些有一點 Electro 或是 Bounce 這些東西 其實也蠻適用 好 那這首 Energy 介紹給大家 Give me all your energy Push up your hand 按 jingle Let's do it! 好,那第二首呢 我們推薦的是 Mike Williams 的 Living on Video 那這首歌蠻特別的是 它是 VIP Mix 所以 VIP Mix 是什麼 VIP Mix 可以回到我們之前 有一集 DJ 名詞介紹 它就叫做 就是同一個人 但是它做出了同一首歌不同的版本 因為 Remix 通常是不同人 但如果你是自己 Remix 自己的歌 就可以叫做 VIP 所以這首歌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又是 Take House 的架構 可是它的音色比較像 Future Rave 所以這個東西你會發現 又回到我們前面講的 大大會 這首歌聽起來很不像 Mike Williams 的 確實 因為 Mike Williams 以前都是 Future Bounce 就是旋律比較多 比較開心 比較跳的東西 但這個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還反問他說 你確定這是 Mike Williams 嗎 是不是有聽錯 所以覺得蠻特別的 那就介紹給大家囉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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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第三首是來自 Sam Phil 的 Dance with Somebody 一樣 就是老梗 那這個 Vocal 當然就是以前非常耳熟能詳的啦 所以那時候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唉唷 蠻酷的 讓我有點印象深刻也是因為 San Phil 很少會做這種比較兇一點的音色 它其實前面的東西還是蠻San Phil 就是旋律性很重 然後聽起來很開心 可是後面就突然 感覺現在好像各個藝人他們都會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的 那就推薦給大家囉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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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下一首我們要介紹的是 Blatter Jacks 的 Gable Style 他這首歌我就覺得毫無懸念 就是Blatter Jacks 會出現的東西 就是他的東西 對 150的 Gable 是什麼意思 Gable 其實就是一個曲風啦 那就是Harko 在更硬的東西 就在更硬 對 其實也算是一個硬派音樂裡面的一個子類別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你看 滿滿的咚咚咚咚咚 然後又加上那種攻擊性比較強的音色 所以我覺得就很適合 剛剛我大羅博士就說 這首好像很適合在某個地方放 哪裏我們就不講了 一定變奇怪 沒錯 所以喜歡150BPM的朋友 這首歌千萬不能錯 好 接著我們最後一首是Tujamo跟Roo DJ的Gate Game Down 然後這首我覺得它很有趣 其實你聽你會覺得很像是平常我們聽到那種Pophouse 或是Tiano House 對 可是出現了Tujamo的招牌音色 就必定有它那個銀色 不然為什麼我覺得聽起來有一種喜感 就是我們五六年前大家很常聽的那種Pophouse的音樂 那種感覺 就那個喇叭聲 但是這首歌又融合了Tekhouse的東東 就是House的機體 因為我覺得其實House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塊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於DJ或電子也有興趣 我真的覺得你要把House聽到 然後這首我覺得它又有點介於Tekhouse跟DM的中間 你看這種東西越來越多了 其實你平常聽歌就可以思考一下這首歌 你可以鬧海中心有一些標記 例如它是在那邊 我覺得在DJ的情緒編排上是非常重要 大家就自己去體會一下囉 好那我們這個禮拜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們五月的新歌推薦 那如果你有聽到什麼很不錯的歌 也歡迎在底下跟大家分享 沒錯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見囉 掰掰